一个医疗纠纷 在板桥有对陈欣夫妇前年生下了女儿 但是女儿出生之后呢 这个幼前肢就萎缩 而这对夫妇不能够理解很愤怒 因为他们都有按时产检 这个超音波检查难道检查不出来吗 于是把这名妇产科医师一状告进了法院 经过两年的官司 那么根据法院这个医审会的鉴定 也就是说结果是一般超音波 无法预见胎儿的肢体缺失 所以判决医师无罪 而这个结果 女婴的父母表示无法接受 就除了哭之后还是哭了 没有了 千年产下女婴没想到 女儿却是右前手臂萎缩 女婴父母无法接受 控告产检的妇产科医师 涉嫌医疗疏失求偿两百万 经过两年官司 法院判决产检医师软僵图无罪 我等了两年多了 身心煎熬 这方面来说 法院这样的判决 我感谢法官 所以我觉得 还我清白 法院根据行政院一审会的鉴定报告 表示一般的或高阶超音波 并无法完全预见 胎儿轴关节以下的下肢缺失 小女婴因为羊膜带症候群 导致没有右前臂 而这样发生的几率高达一万五千分之一 根据鉴定 法官判决女婴父母败诉 必须赔偿医师一块钱 并在三大报刊登道歉起事 光现在她想她到时候学爬 她看到她怎么爬 官司结果没想到却是败诉 女婴父母拒绝接受访问 仅表示针对判决结果感到不舒服 将个律师讨论是否在上诉 中文新闻 陈嘉明 谢可轩 台北财族报道